油胶卡尺概述 油胶卡尺概述 油胶卡尺是一种多用途的精密测量工具 可以用于测量您不见的外境、内境和深度 油胶卡尺根据读书显示方式不同可以分为 普通油胶卡尺代表油胶卡尺和变字数写 油胶卡尺、油胶卡尺分类和渡判油胶卡尺 数字是油胶卡尺、油胶卡尺的命名 是因为卡尺上配有一个油胶卡尺 卡尺读书的小数部分是从油胶卡尺上读取的 下面以最常见的油胶卡尺介绍使用方法 油胶卡尺组成 油胶卡尺的结构 油胶卡尺主要有 尺深、外侧两掌、内侧两掌、主尺、油胶尺、深度尺、颈部螺丁等组成 油胶卡尺读书 先看油胶卡尺零刻度线在主尺的多少mm刻度线的右边 读出左侧长度与毫米为单位的整数部分 再看油胶尺上 第几条刻度线与主尺上的刻度线对齐 将在其的油胶尺刻线与油胶尺 零线间的格数乘以卡尺的精确度 就是左侧长度一mm为单位的小数部件 以上两部分相加就是卡尺的读数 油胶卡尺使用 第一步在开始测量之前 先确认当卡尺处于地核位置时 卡尺的零刻度线对齐零位 假如不在零位上 就需要重新更换一把油胶卡尺 第二步不全新推油胶卡尺副尺 十副尺一项被测部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测量过程中 要确保主侧头内端面垂直接触被测量 并避免推力不大 第三步平时刻度尺 读取当前度数值 读数时 为避免不尺滑动 可以先拧紧锁紧螺母 锁紧不尺 在读取读数 油胶卡尺使用注意事项 一 油胶卡尺是比较精硬的测量工具 要轻拿轻放 不得碰撞或跌落地下 二 测量前 应把卡尺开擦去干净 同时油标和主持的零类刻线要相互对准 三 移动水框时 活动要自如 四 用油标卡尺测量零件时 不允许部分的施加压力 五 在油标卡尺上读数时 应把卡尺水平的拿着 朝着亮光的方向 使人的视线 尽可能和卡尺的刻线表面成实 六 为了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 可以多测量几次 油标卡尺注意事项 关注简单易动进修之时 我们后期内容更精彩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U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订阅订阅本频道